中国队彻底放弃了十强赛之初推出的四五一阵型改打四四二 从来没有出过场的将军代替了上一场发挥欠佳的欧储良 范志毅在七五升的国家队里从来没有离开过后尾线 这一场也将出现在前腰的位置上 在这之前从中国队内部还传出来不少其他的消息 对于中国队的出场阵容和人员竟然有好几套方案 从中人们既可以猜测到教练组的分歧 也可以感到高层的紧张 咱们这个国度里面这种压力 那不是说说能够解脱的 这个因为从时间的精力 从工作的程序 我们讲都是非常 每一天都觉得非常繁重 那确实是感觉到 那我们一天也就睡 这个 夜里就能睡四五小时 那样睡好了 也就是四五小时 我们这个 每天接触到的都是要一定要充分 当时我们觉得就是 我们具有赢他的实力 我们就占主场之力 就什么有利团都在我们这儿 我觉得这样我们就 把对方估计的 有点困难的 看来 所以当时我们赢了一个球 很好机会 结果呢 我们反而自己乱了 你记得什么 对方输了就输了 所有的要请超出动进攻 因为我们反而乱了 你说是战术上问题吧 也对啊 你一比零领先 卡塔尔输的这场球是没有意义的 对不对 他攻出一阵攻出来 攻出来的时候 李天特出现情况 说压力特别大 造成好几次危险 没进球往生 他把我换到后腰 把彭伟伯换上来 其实有个情形 彭伟伯是前几场地下一直没打 什么原因 主要是弹业板 任带全部是坏的 那个中间是他自己请来的医生 一直给他治上 那天他请求上场 我一看换我下来 对 就压点防守 彭伯伯本身就控修好 那时候打到前掌的球已经控制不住了 海东和高峰两个快的起不了作用 没能输入炮弹 前三个人全是快的 我也在前要这些位置 都是拼你抢的 可我一个人抢没用 那我换我呢 向同学国人控制一下球 你拿走球以后 给快的塞一些球 这种想法都对的 而且队方面是极度的放松 特别的放松 你就算了赛前 我们记得赛前有几个队员 还没买东西呢 三比一落后 完了再给我换到前面 没用了 来不及了 我说句实话 当时情形一片空白 下来一片空白 一片空白 小时天好像平时 应该吃饭吃饭 或者干什么干什么 一片空白 后来现在好像 结束了 四年年菜白打 四年白准备 又是这样 就不知道 我说该怎么回答 万一能问起来 该怎么回答 再想想这个比赛吧 说你怎么说的 说你有什么解释法 就好像你有点摸不到头脑 这个比赛的结果 对一个主要来说 无可置疑的 应该成什么责任 我必须成什么责任 现在我也不能和你说 我今天要做什么责任 担忽什么责任 我应该成功 就应该成功成功 国家军车已经出不来了 兄弟把前面倒全都给封死了 就是不让走 谁说也不行 后来正好国安局的那个市管局质案处长 他找了一条后路 就是另外一条道 你想想球迷不知道 就绕点弯 悄悄的从这个道出来 收东击西 这才把这车再出来 回来 球迷跟过来 大概足够能有一两千球迷 就在我们大厦前面那个草坪上 静坐 不赛不走 这个国安局来了一百多个防暴队 就和他们谈 劝说 但是直到十点半左右把球迷才散去 直到第二天 东方大厦的门前还聚集着大量心情难以平静的球迷 他们自发的来到这里 却不知道为了什么 我们可以等中国队 但是不能这么等 其实我们还年轻 还有等的机会 像包括像我的父母 他们是个狂人的球迷 就是还有我 看到昨天有一些年龄 这个大人 七十多岁人 从新疆跑这来 他还有机会看到中国 那个冲突世界杯了吗 他其实是讲话 我已经七十岁了 我再靠的话 等到二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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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优优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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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